有拍吻戲的舉手 劇中裡面有接吻戲的 摸摸摸 這樣啊 那是有男子教嗎 沒有嗎 沒有嗎 有拍吻戲親樂戲的 對啊 那分享一下那個吻戲的感覺 對對對 當時是怎麼克服的 因為一開始一定會害羞 我們先從譜信會先講好了 喔 純粹了 嗯 되게 女生們看起來很害羞 所以 我覺得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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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羞 很害羞 但是 趕快拍照 她說什麼 非常害羞 那一場戲的話 一定會帶給很多女性觀眾 非常羨慕 就是羨慕不羞 就是 羨慕不羞 會可以有這樣的吻戲 可以跟小詹一起拍這樣的吻戲 對 那她覺得剛開始也非常的緊張 但是 吳以薇就是 就是很 不會帶戲 所以她覺得很順利 那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問他一個問題 吳以薇有亂伸舌頭嗎 可以幫我問一下這個問題 不是我問啊 我翻譯不了 好啦你自己回答就好了 我自己要回答 你自己是怎麼回答 那你那時候拍的時候 你心裡沒有緊張 對 當然緊張 緊張慘耶 那你有做什麼事情的準備 當然是要咬口香糖 口香糖 對 一部人就是 今天晚上吃個洋蔥啊 大蒜啊 那那一場吻戲 你們拍了幾次才成功的 都一直有成功 只是很多take 需要很多take 你有塞紅包給導演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要take那麼多 都一次都成功啊 沒有就 就還OK 應該我們就是有默契 沒有怎麼不是默契吧 就是應該是 還是說他們其實還沒 還沒這次拍的時候 屍體現在有練過了 對 就福利就對了 基本上就是福利就對了 算是你的福利啦 好啦好啦 這一題算你逃過了好不好 接下來問第二題 誰是NG王 誰是NG王 誰承認 不承認是不是 對 舅舅我個人拍攝的時候呢 我們在拍一場尖道戲 啪 然後劍飛出去啊 然後那一場有我 然後那個余薇 然後普馨衛也在 那一場我看普馨衛NG好像蠻多的 請他自己解釋一下 有一場尖道那一場戲 對 對NG 對NG的經驗 對 在跳 就是那一場我被打那一場 筆劍那一場 問題是 問題是就是NG的經驗 對 對 如果他忘記那一場 如果他忘記了跟我那一場戲 沒關係 就是有沒有NG的經驗 哪一場覺得最尷尬 然後NG了 對 欸欸 看樣子好像勾搭 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喔真的嗎 好啦那你就自己講 因為我也想不起來 那你也沒有NG是不是 我有NG 我說整部戲有NG 有NG就可以了 我只想提我自己有演那一場戲 對 你們講你自己 自己整部戲裡面NG 最嚴重的 最尷尬的一場 沒有 我也有一場NG 還蠻慘的 是因為 我的音都飆 飆到哪裡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外國槍 雖然現在的外國槍還是有 可是 那場的外國槍是特別明顯 就 就 跟 大小姐 我這個東西要送給 對 那你可以現場來一下 你是怎麼NG的嗎 我說 其實這個貝殼 不是要送給大小姐 而是要送 是要送給你那一句 我是說 這個貝殼 不是要送給打小街 要送給你 你怎麼了 打小街 然後講下去 然後喊咖的時候 現場就是這樣 現場就是這樣 現場就是 大爆笑 那你NG了幾次 這個才打小街NG了幾次 沒有才NG幾次 我一次 現場就會一直 就是重複講的時候 還是會有人跑出去 做不了 你那時候是卡到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我卡到1 那你算厲害了 因為一般遇到這種詞 你知道一講到就會NG 就過不了 你才一次算厲害 沒有 因為導演也沒有喊咖 所以繼續講下去 對 喊咖 嗯 才開始笑 他實際上就是你而已 對 好啦我們問一下 對 玉芬有沒有什麼NG 最尷尬的鏡頭 我也有音飄跳 被我傳染 對 結果有一個鏡頭是 我要講說我是菲歐娜 我說我叫菲歐娜 不是瑪莉亞 然後我要很兇 然後反正是我說過我叫瑪莉亞 結果我說我碩鍋 山東講 這是偶像劇耶 一個是台客的打小街 一個是山東不碩鍋 對啊不是偶像 因為變成什麼什麼衛神老兵 我以後再拍寶島一段 哈哈哈 哇真的太好笑了 他講起來了啦 好 好 NG 對 NG는 아니고 夏威斯이랑 싸우고 나서 국선하고 같이 버스를 타고 무조건 걷는실이 있었는데 대사가 따로 없고 버스에서 내려서 서로 무언가를 주고받았는데 말이 안 통해서 좀 애를 먹었던 적이 있었어요 그래서 좀 웃어가지고NG가 난 적이 그게 가장 기억나 那時候不是NG的場面 但是說 有一場是他們兩個對打 然後 他必須要坐公車 要 要 去 離開那個地方 然後 因為那個場景是沒有台詞的 但是事後他們也要想再對話 但是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 兩個就大笑起來 尷尬的大笑起來 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就一直笑 解釋一下當時的心情是什麼 當時的心情 當時的心情 是我嗎 不是你嗎 搭公車 真的我把兩個都 他是 曲軒長 跟曲軒是不是 你發什麼 我一直以為是你 是你搭公車不是他 對 是你搭公車 你笑不起來 不是 他不是不搭公車 你搭公車的時候 後來一個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那時候我們已經拍完了 然後那個收音師在收現場環境音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出聲 然後在公車上 我們就是剛好在回程的路上 他就收音這樣子 然後就可能沒有人跟那個不幸會講 所以大家都很安靜 然後在等那個收音師收完音 突然他就說 然後我們就聽不懂他講什麼 然後全部都嚇到 結果 他應該講說他很累 很想 就很想休息這樣 但是他不曉得那時候在收音 你對著圖啊 你跟很大聲感 然後大家都認識這樣 然後大家都認識這樣 那我們問一下他當時講什麼 可以幫我問一下他當時講什麼 還記得嗎 收音的時候他大吼大叫 정확하게 기억이 안 나는데 啊 너무 막 發生了很多時候 사람들이 많고 너무 더워서 이렇게 더워 진짜 막 너무 졸립다 막 이런 얘기를 근데 옆에서 놀라셔가지고 어떻게 할지를 모르시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아이보다 조금 굉장히 친필이셨어요 好 當時他不記得是講了什麼 但是 那時候 公司上很多人 那他可能 記得是應該是講說 喔 好熱好累喔 這個煩 那種情緒 然後他 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所有的人都愣住 然後嚇到 然後就 看著他非常的當場 因為他不知道 現場收音就對了 好 那還有誰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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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 感谢观看